欢迎收听吕鹏大案纪实 2003年10月份 广西崇佐警方接到一名男士的报警 说他的母亲在两天前失踪了 而家人们通过寻找 终于在一条山路上发现了母亲 但是人却已经遇害了 警方接警之后 立刻赶到了现场 遇害人名叫孙小华 68岁 报警人呢 是他的儿子 警方通过勘察现场发现 孙小华全身赤裸 只有一件女士上衣 简单的盖在身上 在他的下体 还发现了惊斑 推测受害人 曾经遭受到了性侵犯 而孙小华 从前额到下额 有多处骨折 经过判断 这是顿器击打所导致的 伤害严重 出血量巨大 法医认为头部的这些伤 就是致命伤 但是警方发现 孙小华的尸体四周 虽然存在一些血迹 不过有很多呀 都是从尸体上 滴落的血 或者流淌出来的血 整体出现的范围呢 并不像致命伤 判断出来的那么大 因此警方判断 发现孙小华的地方 很可能 不是第一现场 于是警方决定 从两个方向开始调查 一方面继续对孙小华 及周边环境进行勘查 另一方面 扩大勘查范围 寻找第一现场 没用多久 警方在发现孙小华的北侧 发现了几滴血迹 沿着这痕迹 继续搜索 又找到了拖拽的痕迹 最后终于在山顶附近 发现了一处 面积很大的血泊 警方对血泊周围的杂草 进行了分析 发现有被人 反复压过的痕迹 而且很多草叶上 还沾着血迹呢 另外警方还在现场 找到了一根带血的木棍 推测这就是凶器 所以警方认为 此处很可能是第一现场 此时在孙小华尸体周边 勘察的警方 也有了新的发现 他们发现孙小华 除了头部 以及下体的侵害之外 没有任何其他的伤痕 例如搏斗的痕迹啊 掐痕啊都没有 而且警方在不远处 发现了孙小华的衣物 也没有被撕扯的痕迹 更重要的是 他身上的首饰 戒指 包括包里的现金 都没有丢失 警方结合所有勘察结果 做出了初步判断 从作案地点上来看 凶手应该是附近的村民 因为案发的山路 是村子通往镇上的土路 除了村民之外 很少有人会走这条路 就算是村民要去镇上 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走国道 坐班车 只有一些老人会从这儿去镇上 再有呢 就是有的放牛的人啊 会走这儿 因为这儿呢 人少 但是杂草多 牛能在这儿吃着宝宝的 而凶手选择在这儿行凶 很显然 他对这里的环境非常了解 从作案手法上来看 凶手应该是在山顶遇到的孙小华 然后呢 使用木棍对孙小华的头部进行了击打 孙小华被打倒在地 身体压在杂草上 此时凶手还是没有停手 孙小华就在草地上翻滚挣扎 直到出血过多而死 所以现场的草叶子上 才会有甩落的血迹 以及反复压过的痕迹 在孙小华遇害之后 由于山顶那儿的杂草啊 长得都不高 凶手呢 怕继续侵犯孙小华的时候 被人发现 于是把他拖拽到了后来的位置 对他进行了性侵犯 这就解释了孙小华面对侵害时 为什么没有出现搏斗反抗的痕迹 从动机上来看 孙小华并没有丢失任何财物 这说明凶手不是屠材的 在山顶的时候 如此疯狂的攻击孙小华的头部 加上凶手有可能是同村村民 这说明这两个人应该认识 并且有很深的积怨 最后68岁的孙小华 在被殴打致死之后 凶手还对他进行了性侵害 那如果凶手和孙小华过去真认识 这也许说明 凶手曾经对孙小华还有过好感 带着许多的疑问 还有想法 警方呢 开始对周边的村民进行了走访 想看看孙小华过去有没有什么仇人 或者在感情上是不是有什么纠葛 结果这一走访 村民们告诉警方说 嗨 所有人呢 都对他有意见 他的邻居甚至说了 死得好啊 这还省得我动手了呢 那么这孙小华 按说一老太太 为什么这么招人恨呢 他过去又都做过一些什么呢 据村民们说呀 孙小华和丈夫 原本是一起生活在村子里的 这俩人呢 一共生了七个儿子 后来为了多赚点钱 夫妻俩就决定 由孙小华在村里照顾这农田 他的丈夫呢 到城市里边啊 卖水果 再后来 这儿子们一个个的长大成家了 孙小华就开始一个人住在村子里 不过虽然他是独居 但仗着自己有七个儿子撑腰 平时在村里非常的嚣张跋扈 经常和别的村民呢 发生冲突 村民们都看不惯他 但是他那七个儿子呀 也是非常维护自己母亲 所以大伙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跟他几乎没有来往了 就在村民给警方讲述孙小华 和其他人的关系的时候 孙小华的邻居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这个邻居啊 叫吴青山 当时69岁 是个老光棍 一辈子呢 也没结婚 没孩子 每天除了去放牛 就是照顾自己那几亩地 跟外人几乎都不接触 长期过着独居生活 但有意思的是啊 就在孙小华的丈夫离开之后 这个吴青山呢 经常上赶着去找独居的孙小华搭话 有时候借个拨戒 有时候借点盐 反正没事啊 就往孙小华家里跑 由于吴青山是出了名的老光棍 所以一来二去的 这村民们呢 就开始说闲话了 认为吴青山呢 很可能和孙小华 有点什么不清不楚的关系 这可让爆脾气的孙小华受不了了呀 于是啊 在吴青山又一次上门的时候 孙小华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 那洪亮的声音可就引来了很多人的围观 吴青山呢 本来就因为一辈子没娶着老婆 性格呢 又孤僻怪异 被村民们呢 暗地里边就嘲笑 这下 他更觉得无地自容了 所以打那以后 他就跟这孙小华老死不相往来了 并且扬言说了 我早晚要整一整这个臭婆娘 除此之外 两个人在案发前几个月 还发生过更严重的矛盾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呢 下期节目继续讲述 欢迎收听情感大案 我是吕鹏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之前呢 这吴青山让孙小华是臭骂了一顿 这臭骂一顿之后 案发之前的几个月 俩人呢 哎 又发生了冲突了 吴青山呢 在自个家里边的地里边啊 在那离地呢 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竟然把隔壁孙小华的地 也给离了那么一块 这在农村 这可不算是什么好事啊 按照当地人说法 土地的划分本来就没有那么明确 你离了地 那地不就成你的了吗 所以吴青山的做法 在当地人眼里 就等于是强行占了孙小华的一块地 嘿 这孙小华 小爆脾气 他能忍得了这个呀 当时呢 就跟吴青山吵了起来 并且第一时间打电话 他不有七个儿子吗 把七个儿子呀 全给叫过来了 这一行人呢 一起就冲到了这吴青山的家里边 把他这一顿打呀 哎呀 打得跟踩过似的 最后啊 还用特别厚的那干着叶子啊 把吴青山家的门呢 就给封了起来了 吴青山就觉得啊 这孙小华一家 这是七人太甚呢 于是拎着菜刀 就打算冲出来拼命 这时候村民们 街里街坊的 乡亲们都怕事情闹大了呀 哎呦 可别这么着 赶紧的吧 把村委会叫过来吧 把这村领导叫过来 左劝右劝 这才终于把这次冲突 给平息掉了 不过呀 这事情虽然是过去了 可吴青山这股子怒火 他心里这股子气 他平息不下去啊 最后他放出狠话了 有朝一日 有机会 我一定一棍子 我搞死你 警方啊 听完了大伙的说法以后啊 就认为这吴青山呢 符合之前警方的种种推论 这吴青山是村子里边的老人啊 熟悉环境啊 而且每天放牛 会走案发的那条山路 此外呢 这吴青山还曾经主动的献殷勤 后来被搞得下不来台了 颜面尽失 这似乎也符合动机上的推论 于是 吴青山可就成为了第一嫌疑人了 但警方很快就产生疑问了 之前在对村民进行走访的时候啊 吴青山就曾经说出来过一句话 说死的好 这还省得我动手了呢 如果这吴青山真的是凶手 周围的村民也知道他曾经跟孙小华有过节啊 那么这时候不应该更加的撇清关系吗 怎么还会说出来如此对自己不利的言论呢 就在警方有些动摇的时候 村民就告诉警方 说案发当天呢 吴青山的刑迹的确是很可疑 本来吴青山呢 一直是上午去放牛 大概十点多出门 然后中午左右呢就会回来 可案发当天 吴青山一大早就赶着牛去了山上的土路 直到晚上才回来 面对这个疑点 吴青山就解释说 他在案发的前一天呢 听说孙小华第二天要去镇上 他想着放牛路上 很可能会和孙小华见面 他实在不想看见孙小华 得了吧 干脆第二天早点出门 去附近的鱼塘里边啊 钓上一天鱼去好躲开他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他就带好了午饭 带好了钓鱼的工具 赶着牛就出了门了 沿着土路就去了鱼塘 直到晚上天黑了 这才赶着牛回来 不过呀 因为没有目击者 警方呢也不能确认 吴青山说的是不是属实 这时候警方提出来 对比吴青山的DNA 哎 跟吴青山这么一说 吴青山呢 也没拒绝 就非常配合的采集了DNA 经过和现场经班的DNA进行比对 最终证实这凶手 还真不是吴青山 不过这么着 还是没有解除对吴青山的怀疑 这DNA啊 你只能说明最后性侵犯孙小华的 不是吴青山 但你不代表着乱棍把孙小华打死的不是吴青山呢 于是警方呢 一方面继续对吴青山进行调查 一方面呢 扩大走访的范围 寻找更多的线索 而这时候 有两条新的线索出现了 第一条线索啊 在距离案发现场 大概一公里的一个果园里边 有一个外来务工人员 当天呢 急匆匆的收拾行李就离开了 由于果园啊 需要的劳力多 外来务工的人的也多 所以大家互相之间没什么了解 你来这干活就完了呗 只知道这个人大概四五十岁 大伙呢 都跟他叫大壮 到底真实姓名是什么 是张大壮 李大壮 王大壮 都不知道 据一位工友说 只知道这大壮啊 是贵州人 因为呢 俩人是老乡 所以他们俩经常在一起干活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啊 案发那天上午呢 他们俩干完了活 就想着去镇上啊 买点东西 回来的时候走的 就是案发的那条山路 不过可疑的是啊 就在山路上走了不久 大壮突然就跟他说 哎呦哎呦哎呦 我忘了在镇上 给家里打个电话了 这么着 你先回去 我呢回镇上 给家去个电话 工友一听 行啊 那你先打去吧 我就不跟你去了 拎着东西回了果园 但是当天晚上 工友可就没见着大壮回来 到了第二天中午 大壮这才回来 工友就发现了 大壮这神情怎么不对劲啊 就问他 大壮怎么了 他也不说 更可疑的是什么呢 大壮的衣服啊 裤子呀 都换了 换成新的了 更离奇的是 这大壮当天下午 可没去工作 直到晚上 工友回到住宿的地方 才发现大壮的行李 什么都不见了 工友就去问老板去 老板 大壮呢 这时候老板一听 大壮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了呀 他不在这了 人没了 东西都没了 不对呀 工资还没给他结呢 他那工钱也不结了 工友呢 当时就一直认为 大壮可能是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 是不是听说家里出什么事了 急匆匆的才回去了 警方一听这情况 哎呦 大壮的这行为 相关的时间地点 这都很可疑呀 而且警方呢 调查了镇上的公共电话 发现就没有给贵州打过电话的 所以大壮 一下子可就成了最有嫌疑的人了 但无奈的情况是什么呀 除了知道他是贵州人之外 没有任何关于他的信息线索 于是这条线索呢 只好被搁置了 第二条线索是什么呀 一个叫李卫国的可疑男子 当年呢 是68岁 据村民说呀 虽然李卫国的住处和孙小华的住处离得非常的远 但是两家的祖宅却是邻居 案发前一段时间 由于多年的雨水冲刷 李卫国跟孙小华家祖宅之间的那个泥巴的院墙啊 被冲垮了 孙小华一看 开始重新的垒院墙 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 往李卫国那房子的方向推进了一大块 李卫国知道以后他不干了呀 平日面这不行啊 你占我地了呀 要求孙小华把院墙给拆了 不过孙小华呢 完全不理会李卫国 还在他眼皮子底下啊 你看着吧 你在这看着吧 我接着垒墙 终于李卫国忍不了了 他就觉得既然好好说不行了 那行吧 你呀 盖一层 我就拆一层 于是当天晚上 就把孙小华垒得院墙 哗哒一下 就给推倒了 按照孙小华这脾气 他肯定会让李卫国 为自己的这种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 于是这事变得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那么这个事情该如何收场 咱们下期节目继续讲述 欢迎收听情感大案 我是吕鹏 上期节目啊 咱们提到了 这李卫国呢 大晚上把孙小华 垒的那个墙头 哗哒一下就给推倒了 这孙小华这么一看 怎么着 给我推倒了 气得都不行了 火冒三丈 一个电话把自己七个儿子叫过来 七个儿子把这李卫国赌家里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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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呢 又继续在原来站的人家院子的那个位置 把这墙头又雷起来了 这李卫国呢 说回来 日子呀 过得也挺不幸的 早年呐 丧妻 媳妇就去世了 自己呢 只有一个女儿 女儿啊 还在南宁工作 所以这李卫国对这孙小华也是敢怒不敢言 就自己一老头谁也不敢惹呀 人家有七个儿子呀 打不过就只能吃哑巴亏了 不过村民们都说呀 这个李卫国对这个孙小华这事儿就一直耿耿于怀 认为孙小华圈占自己的祖宅 这是什么性质啊 跟你直接到我祖坟上去跑祖坟这有区别吗 他还扬言说了 别以为他孙小华仗着人多就能欺负人 有机会我肯定得报复他 他别以为儿子多我就不敢 除此之外呀 引起警方注意的是什么呢 据孙小华的儿子们说 当时啊 母亲失踪 他们就曾经去问过李卫国 看见我妈了吗 但李卫国当时也没说看见 也没说不看见 直接没搭理他们 后来当发现母亲遇害之后 这李卫国突然从村子里边可就消失了 没人知道他去哪了 而且李卫国平时去镇上啊 也是走那条山路 警方就认为 这李卫国你说当时不理会孙小华的儿子情有可原 毕竟这儿子们之前打过他 对吧 在李卫国的心里那哪是儿子呀 这是一帮孙子呀 但是李卫国的突然消失确实是很反常 这么着开始调查李卫国 警方呢就琢磨着 哎呦 他要是不在这儿了 有没有可能去南宁找他的女儿呢 就想着问问李卫国女儿那儿有没有线索 到了南宁这么一看 嘿人李卫国在女儿家里边踏踏实实安安稳稳的待着呢 并且一看见警察 李卫国就说了 哎呀 同志啊 我女儿啊 前一段时间呢 在南宁买了一套房子 现在呢 这不正装修着呢吧 因为她得工作 她没时间照管这个 我呢 就过来帮忙啊 照看着装修的事 我知道孙小华出事那天呢 正好就是他那儿子们找我来那天 我呢 也急着回家收拾行李 我还是打算赶紧来南宁啊 再加上说实话 我对他们那家人呢 没什么好感 一家人都不是东西 所以我就没搭理他们 警方随后 又跟李卫国的女儿和时 还找来李卫国女儿的那些朋友们 大伙都证实李卫国说的是实话 没骗人 不过最后 你这证人证言 它是一方面 最主要的是物证 你得采集李卫国的DNA 然后再跟孙小华 下体里面残留的那个精液的DNA 来进行比对 这一比对 发现当时性侵这孙小华的 不是李卫国 这就排除了李卫国的嫌疑 至此 唯一可能的凶手 就剩下贵州那位大壮了 可这个人现在他没线索呀 这个案子呢 可就成了一桩悬案 这时候出现了一位关键人物 叫什么呢 黄承林 黄承林呢 当时案发的时候 刚刚从警三个月 这黄警官在当警察之前 做了七年的医生 后来加入公安部门 一直做法医 这后来啊 又从法医 转成了侦察员 所以黄承林 对于提取案发现场的生物剪裁 对于DNA技术 协助行政工作 是充满信心的 在当时 DNA技术 非常有限的这种环境之下 几乎只有黄承林 一个人坚信 现场提取到的精班DNA 除了最终对比确认 凶手一定可以挖到 更多有价值的线索 所以啊 当警方把注意力 都放在走访调查的时候 黄承林 始终在研究提取到的 这几个人的DNA 并且对着图谱 不断的进行对比 而他呀 还真是有了一些 神奇的发现 黄承林呢 通过仔细的比对啊 就发现之前咱们提到的一人 吴青山 吴青山那DNA呀 虽然和精班DNA不匹配 但是他们的外染色体图谱 有一部分是相似的 相反 李卫国DNA的外染色体 和精班的DNA就完全不同 这说明什么意思 给大伙做个小科普啊 一个男性 有了一个男性 后代之后啊 就生了一儿子 那么一定会把自己的外染色体 遗传下去 由此反推 也就能知道 如果吴青山和凶手DNA的外染色体 有一部分是相似的 那就说明吴青山和凶手 在生物学上很可能存在血缘关系 或者再大白话点 他们就是同一个祖宗 由这个线索 黄成林就认为 贵州人大壮 虽然是目前唯一可疑的对象 但是按照DNA显示出来的方向 凶手应该还是这个村子里的人 至少祖上是这个村子里的 而且和吴青山的家族有关 与其对这毫无线索的大壮抱有幻想 不如顺着自己的思路 接着查下去啊 于是黄成林呢 就找到了吴青山的亲戚 提取了所有男性DNA来进行比对 但是结果都和吴青山一样 只显示出来外染色体 有一部分的相似 但是没有完全吻合的 黄成林呢 就向吴青山询问 他更多的亲戚啊 你哪还有亲戚吗 是吧 你亲戚都姓什么叫什么呀 对吧 吴青山一听 那那我爹那边亲戚 除了姓吴还能姓什么呀 吴青山呢 其实不配合警方 不愿意给自己家人找麻烦 而且从生物遗传学上来说 一个家族的分支 你可以追溯到好远好远呢 所以这么一个个的调查 也确实就是大海捞针 你不一定有个什么结果 就在这时候啊 大量的图谱对比 让黄成林警官有了新的发现 几乎所有吴青山家族男性的外染色体 都和经班DNA 有大约四分之一 或者八分之一相似的 这个比例非常一致 这就让黄成林冒出来一个想法 会不会 这就显示出来 这个姓吴的凶手 和这些吴氏的男性之间 有一些辈分关系呢 黄成林就拿着这些图谱 找到了以前省厅的法医同事 寻求帮助 法医啊 就告诉黄成林啊 说当时呢 国内研究外染色体 比较先进的 应该是中山医科大学 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那边问问去 黄成林就为了破解这图谱里面的秘密 为了找到凶手 竟然真的申请了 去中山医科大学进修去 专攻外染色体的研究 一年之后 就在黄成林即将完成学业的时候 贵州警方给崇佐警方打来电话 说我们抓着了一个嫌疑人 这名嫌疑人供述说 2003年曾经在崇佐杀了一个女人 而这个嫌疑人的别称 外号正是大壮 嘿 这就对上了 崇佐警方随后赶去了贵州 见到了大壮 大壮就告诉警方 说自己当年呢 和工友返回果园的路上 确实又回到镇上去打公共电话 想给家里报个平安 不过当时自己前边 有个女人在打电话 她就在后边等着呗 等了差不多十来分钟 那女的还没完没了的说呢 她就有点不耐烦了 能不能稍微快点啊 还有人等着呢 结果这个女人非但没加快速度 反而扭过头来骂她 你外地来的抽干活的 你催什么催啊 你着急奔丧去啊 你还是着急投胎去啊 嘿 这句话一听 把大壮给气着了 哪有这么说话的呀 瞪着眼睛又等了一会儿 女的终于打完电话离开了 而此时的大壮 完全就没心思给家里打电话了 是越想越气 抄起一块砖头 跟着这女人 可就走了 杀害孙小华的是大壮 那么性侵孙小华的 是不是大壮呢 咱们下期节目继续讲述 欢迎收听情感大案 我是吕鹏 咱们接着上期节目来说 大壮啊 在被女人咒骂之后 已经没有心思打电话了 抄起一块砖头 就跟上了这女人 最后在回村的小路上 大壮趁他不注意 冲上去照着后脑勺 就给了一本砖 这女人呢 就倒在地上 脑袋直接就开瓢了 血流了一地 人倒在地上呢 是一动不动 大壮顿时慌了神了 认为自己一时冲动 筑成了大错 于是赶紧逃离了现场 逃走之后的大壮 也不敢回工地 怕被人认出来 于是思来想去 一晚上 决定在镇上 买身新的衣服裤子 然后偷偷地前回果园 收拾完行李 就逃回贵州老家去了 崇佐警方听完之后 发现大壮讲的这个过程啊 倒是和工友说的对得上 但是其他信息却对不上 包括遇害女人的年龄 长相等等 都跟68岁的孙小华 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这完全就是另一个案子 于是崇佐警方又到镇上 查了一下2003年的报案记录 结果发现 确实有过一个女人报警 说自己打完工用电话 走在小路上被人拍晕了 后来醒了之后 自己去的医院 发现是脑震荡 然后报了警 崇佐警方呢 又对比了大壮的DNA 发现与京班DNA 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因此大壮被彻底排除嫌疑 至此除了黄承林手里掌握的 一堆看不懂的DNA图谱之外 孙小华遇害案 彻底没有了其他的线索 妥妥的可就成了悬案 2004年 黄承林进修回来 通过学习 他就发现凶手DNA 和无视男性DNA相隔的代数 并不远 考虑到案发的时候 吴青山已经69岁了 而且一直住在这个村里 再考虑到吴青山的父辈 祖辈那个年代的人员 流动性也不是很大 所以黄承林相信 无视的其他分支后代 应该也不会在太远的地方 所以回到岗位的第一件事 就是决定对案发附近的所有村落 果园的全部男性进行DNA采集比对 以外染色体的对比度 来区分出生物学上的辈分 然后再根据姓氏户籍信息的记录 把每个人对应的祖宗关系 一个一个的串联起来 写出当地每个姓氏最完整的族谱 而这项工作说起来好像挺容易 但做起来一下子就花了将近十年 2014年 黄承林终于完成了自己浩大的族谱编写工程 他最终发现 当地诸多村落果园的人 虽然有好几千 但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 祖宗只有五个人 也就是说这整个地区 其实一共只有五大家族 其中吴青山所在的正是吴氏家族 而在吴氏族谱之中 有两个姓吴的男子的DNA 与京班的DNA最为相似 只有很少一部分的区别 于是啊 黄承林用这两个人的DNA 和京班的DNA做了亲子鉴定 证实了凶手是其中一个人的儿子 警方呢 对这个人进行调查 发现他一共有四个儿子 除了小儿子 很早之前就外出打工了 剩下的三个儿子呢 都在当地生活 于是黄承林果断又对这三个儿子 进行了DNA的提取比对 结果证实 这三个人呢 都和凶手的DNA极为相似 但是又都不完全吻合 至此 黄承林基本确认 凶手应该就是 这无姓男子的小儿子 叫吴景鹏 但此时 包括黄承林在内的所有侦察员 都觉得有点蹊跷 就认为黄承林研究 是不是弄错了呀 因为吴景鹏 在2003年案发的时候 才刚满17岁 一个还没成年的小孩 会用木棍去打一个 不认识的68岁老代太吗 最后还性侵了他 可能吗 不过一律归一律 警方还是找到了吴景鹏 并且提取他的DNA进行比对 结果证实 吴景鹏 他的DNA啊 跟金班的DNA完全吻合 这个当时17岁的小孩 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呢 面对DNA的铁证 吴景鹏没反抗 对自己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这件持续了11年的悬案 就此告破 据吴景鹏说呀 2003年10月20号下午 他原本呢 是要到镇上找朋友的 但因为出门晚了 错过了国道上一班车的时间 于是他就决定 从山上的土路跑到镇上 而当他跑到案发的山顶附近的时候 正好遇到了从镇上回来的孙小华 由于土路很窄 吴景鹏一不小心 就把孙小华给撞倒了 孙小华呢 也是抱脾气 爬起来就对着吴景鹏 那是破口大骂 可当时吴景鹏啊 急着找朋友 也没打理他 就接着跑 孙小华就更生气了 越骂越难听 越骂越大声 终于吴景鹏在跑出去一段路之后 是越想越生气 在路边捡了根木棍子 掉头又朝着孙小华跑了回去 到了山顶那儿 吴景鹏呢就追上了孙小华 他呀气得都不行了 照着孙小华的后脑勺 就是一棍子 孙小华挨了一下子 倒在了杂草地上 当他转过身 发现打他的 就是刚才撞倒自己的这个年轻人 又开始在那喊 你撞完了我 你还敢打我 我告诉你 我回去叫我儿子打死你 17岁的吴景鹏 原本是很生气 但听到孙小华这么一说 除了生气又多了几分害怕 他担心自己真惹错人了 到时候被孙小华的儿子们再打死 于是又气又怕的他 不知所措的 做出了一个荒唐的决定 与其等着你让儿子来打死我 那我干脆先打死你吧 于是呢 吴景鹏疯了似的 用木棍朝着孙小华的头 就玩了命的在那敲 在这个过程之中 孙小华到底是辱骂还是求饶 吴景鹏已经不知道了 已经听不进去了 就是机械性的 一棍一棍的玩命的在那打 直到孙小华没有了声音 彻底不动了 这时候啊 吴景鹏意识到 自己真的是犯下大错了 不过这人就这么扔在路上 肯定不行 于是呢 把孙小华拖拽到了 另一处荒草地那儿 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突然发现在拖拽的过程之中 孙小华的裤子被粗糙的那泥土路啊 就给蹭掉了 眼前虽然是一位68岁的老者 而且头部被他打得血肉模糊 但是吴景鹏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女性的下体呢 他就被牢牢的吸引住了 于是鬼使神差决定 一不做二不休 在这个女人身上再发泄一下 做完了这一切之后 就彻底离开了村子 再也没回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警方在两天之后 发现孙小华遇害 开始采集全村人DNA的时候 始终没有收录到吴景鹏的原因 最终吴景鹏也为自己的冲动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就会发现孙小华遇害